Cloud 3.5今天正式发布了 究竟它和GPSO谁才是最好用的大模型 两个完全免费的模型之间 究竟谁更强大 今天这期视频老张给大家讲解一下Cloud 3.5 举两个例子对标一下GPSO AI界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前段时间的AI视频大战还没有结束 Cloud 3.5又正式的发布出来 而且本次的更新确实是非常强大的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它重点更新的内容 关于它的逻辑推理和编码速度 以及知识库的提升 这些咱们就不谈了 首先第一个老张认为它最大的更新点在于什么 在于它对于图像的精准理解能力 一会老张会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大家来看到他对图像的理解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第二个就是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新的 Artifice模式 就是在你生成对应内容的同时 在右侧会有一个独立的运行窗口 咱们可以直接进行实时的相关交互 而且后续可能会直接生成PPT等相关内容 所以这个功能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经常被提起的 就是Cloud 3.5和GPT4O究竟谁更强大一点 老张先说自己的观点 其实他们这个东西真的是各有所长 比方说我自己 如果我生成文章类的东西 我会选择Cloud 3.5 因为它生成的文章的这个方式 更加的向人一点 如果说你将来做的是一些 逻辑类的相关处理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GPT4O 一会儿老张会给大家举例子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所以说每一块都是各有所长的 如果说您真的想体验新兴事务 Cloud 3.5真的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目前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只需要登陆Cloud AI的官网 或者用它苹果端的APP 都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非常非常的强大 接下来老张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们来体验一下 首先第一个案例 就是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读图能力 这一次最大的提升 刚才老张已经说过了 就是他对图片的理解 老张给大家传了一张 网页的设计图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我在大学 经常给我的学生 上第一次前端课程时 带他们做的设计图 这张设计图 如果我们按照天数 起码得再讲到 4到5天的一个课时 我们来看一下 AI能否直接 帮我们来完成 我们直接把图片上传 让它使用html加cs代码 完成图片效果 写出对应的结构划分 它会在左右侧 直接进行结构的相关生成 这是刚才咱们说的 他新增的这个插件功能 这个有了以后 老张给他拿到了 这个写完之后 老张给他拿到 这个编辑器里 我们来看一下 他写的这个效果 究竟能否达到 咱们对应的一个要求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的 兄弟们可以来看 这是他目前产生的 一个对应效果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实际的图片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区 它的这个结构划分 目前来看 还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 因为它没办法切图 很多图片没有显示 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结构 层级 包括这个暗主的设计 还是比较OK的 所以说证明了什么 它对于一个图片的 完整掌握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 再做一些代码修改 就可以完美的运行 然后同样的一张图呢 老张也给他上传给了 咱们的GPT4O模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生成的 一些对应的代码 老张还是 把它放到了编辑器里 右键直接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一个对比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明显的 左右的这个结构差距 所以说 咱们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案例 其实就可以给出 相关结论了 就是Cloud的3.5 他本身的图片理解能力 真的是非常强大 然后呢 老张又找到了 今年的两道高考题目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就是说 他现在能不能做 高考的相关题目呢 首先第一道题目 也是最简单的 咱们做了一个开胃菜 咱们分别把它 投喂到了这个 GPT4O和Cloud当中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基本上两人做的都是对的 咱们主要看这个解析步骤 这是Cloud给的解析 为什么选A 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个是GPT4O给的解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按照解析来讲 GPT4O的解析 它是更加的完善的 对不对 虽然它们俩都做对了 但是咱们看的是解析过程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道题目呢 实际相对来说 就要稍微的难一点了 因为它需要做切线 和相关的围成面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因为现在GP4O 这个次数到了 这图片加载不出来 我们看着它是一个题目 咱先看GPT4O 这是相关的解析步骤 求导 切线协律 方程等相关内容 我们先不看这个内容 我们去看这个东西 你将来给你的孩子去看的话 这是不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解析步骤 而且GP4O这道题是完全做对的 答案就是A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Cloud 3.5 它是一个完全看不懂的解析步骤 而且也是把答案完全写错了 所以说咱们通过一些题目的测试 老张感觉还是4O模型 他对题目的这个 题目的这个理解和写法来讲 更加的切合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两款模型真的都是很良心的 毕竟都是免费使用的